中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杨源源 在5月31号召开的 全国安全生产业活动动员视讯会议上 强调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不过在同一时间 中国却发生了四起大火和爆炸事故 纵观这一起又一起的安全事故 大家都在关注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 相关人员有没有善尽管理的责任 而事故的背后是否隐藏 领导毒质和腐败的问题 我们的分析报道 中处粮黑龙江林电直属粮库 5月31号发生严重火灾 6月2号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油渣罐爆炸 造成两人失踪 两人死亡 而同一天晚间 湖南绍东县州关桥乡煤矿 又发生瓦斯爆炸 导致10人死亡 15人受伤 另外吉林省德惠市嘉禽屠宰场 6月3号发生的火灾事故 目前已知至少造成120人死亡 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 依照惯例做出批示 所谓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追究责任 还要深刻总结教训 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所谓重特大事故发生 大陆媒体报道 今年6月是中国第12个安全生产月 却事故频发 凸显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 对于一连串事故发生的原因 中共当局的说辞却很一致 都数意外 粮仓失火是配电箱短路 油管爆炸是残留的柴油引发 屠宅场爆炸是一安泄露造成 像这种事情 要想真正得出另一信徒的结论 在目前的情况下 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办的事 结论本身难以取信于人 那后面的追究责任 可能就更无从谈起 这位网友曾经担任 安全部门的管理员 他说每当发生事故时 就是欺上瞒下 最后承担事故后果的人 往往都是最基层的替罪羊 美国纽约客杂志网站 6月3日刊登的一篇博文说 吉林德惠市这家 禽肉加工厂的厂房建成只有4年 却存在如此大的安全隐患 这只能说明中国的问题 不是贫穷 而是法律的混乱 文章说 在精致的中国 人们很少将一起火灾事故 仅仅看成是一场火灾 咱们会问火灾事故背后的腐败等问题 而根据逃离火灾的生还者描述 由于厂区内部构造复杂 出口狭小 且前门上锁 仗逃生难上加难 据了解 中国工厂的逃生门经常上锁 或是被物品挡住 厂房到夺贿罗官员以规避检查 新常人电视朱志善黄一美采访报道